大家好说到了三个硬盘的样片一直放着没时间去看今天把它看一看 凯霞的RC201T我猜想就是RC10的升级版还是PCIe3.0 凯霞的SE10那1T的PCIe4.0 7.3G的速度还是蛮厉害的了 这个是英瑞达也就是美光P5plus也是一个PCIe4.0 1T 京东的秒杀价格分别是1099 1199和579 因为是延续我们阴脉相成的硬盘的内容实测的不是它在台式机上的极限性能 而是是不是适合笔记本去加装测试平台的还是爱影器plus 因为它有PCIe4.0往期我已经实测过N多硬盘了 你们可以看一下评论区或者往前翻 先看RC20凯霞这个最清明上河图 打开以后一个说明书和一个硬盘的本体没有厂家会配螺丝的 这是单面的凯霞那是东芝是必然原厂的颗粒 所以就不用撕开看了 这个是DROM缓存 其实就是内存颗粒 这是主控打着凯霞的标 但有可能是群联的定制 有无力缓存的盘一般温度都不会太乐观 爱影器plus硬盘位自带了散热片 这是重盘的位置 散热片装上就ok了 样片会有几百G的毒血 这个是IS SSD的跑分 不好意思嗓子哑了 CDM的跑分52兆和273兆 这是单线程单对链 3DMark跑了很久 2020分 354兆的带宽存取时间是91微秒 二十几级速度缓存 缓外速度还行 大概是在700多兆 已经82度了 速度一降再降 现在是1G左右了 最高温度82度 平均写入770兆 平均毒是1.25G 这个表现和RC10很像 但是比RC10稍微好一点 但是还是要强调一下 这种测试在日常使用当中 不太可能发生 它是比较极端的情况了 已经相对来说 这个硬盘不太推荐笔记本用 台式机肯定没问题 这个温度肯定是可以压得住的 笔记本的使用环境 要比台式机恶劣很多 性能表现的也会各种受限 好了再来看它 这是凯霞的高端盘 叫SE10 一样的说明书 一样的盒子 单面的颗粒 大多数笔记本都是可以装的 4个凯霞的存储颗粒 三星的D让我们觉得内存颗粒 这是凯霞的主控 也有可能是群联的 这个样片是零读写 跑分非常强 8524分 核子上标的7.3G就是这个来的 就7.0G这个来的 单线成单队列是73兆和344兆 3DMark更新过了 总分是2623分 带宽是45369微秒 速度倒是很好 平均写入是2.2G 读取是3.7G 写入出缓存是在100G出头 出缓存以后也有一G多的速度 写入没问题 读的速度不对头 是80度了 那还是温度撞墙了 我把硬盘插在了3.0口上 你会发现跑分的话是顶着3.0上沿在跑了 200G的混合模式 这3.0口上温度还是冲到了81度 再看最后一个 这个英瑞达的P5 Plus 也是一个说明书加硬盘的本体 硬盘的也是单面颗粒 也有无理缓存 镁光的主控 镁光的存储颗粒 这是在4.0口上 跑分730气氛很高 6.4G的速度不如刚才的凯霞 不过这个数据意义不大 3DMark是2615分 带宽是450兆 69V秒 200G瞬间就跑完了 温度不高 只有47度 写入的速度还高于读的速度 写入是4.4G平均 读是3.59G平均 没必要用真实的文件去读写 应该也是一个全盘模拟的盘 撞到了3.0口上 这是3.0的跑分 跑200G的混合模式 最高65度 也是顶着3.0去跑了 平均写入2.8G 读是3.2G 三个硬盘跑完了以后 其实我不太想讲它们 因为我觉得在我们所处的环境来说的话 我们有点被带偏了 更应该关注的 不是什么缓内缓外 什么模拟 或者TLC QLC 不是这些 而是我们市面上充斥的 真的是充斥的大量那些低烈的硬盘 很多人是不懂的 它们会被裹鞋的冲上车箱 你像这些原厂正片的品牌 几乎没有返袖率 几乎没有 但它不是零 但它有的时候用户才会 你影响使用了 你导致我数据丢失了 你让我来回折腾了 等等等等 各种怨气就会来了 好了说回硬盘 两个凯霞 这个是RC20 很正常的3.0的水平 这个是SE10 这是一个新款4.0 很好 新的很好 两个都很适合台式机用 但是不推荐笔记本 温度都太高 而且这是游戏本有散热片 如果是轻薄本没有散热片 那可能表现就更糟糕 美光这个速度略逊于SE10 但是温度低 如果是笔记本用 那可以考虑 主盘重盘都可以 缺点非常明显 1799 1T的硬盘 就算PCIe 4.0又如何 相对于3.0 正常的用户是没有感知的 同样的1T的硬盘 三星的980 970 EVO Plus 800多块钱搞定 便宜点的话 那西数的SN570 599搞定 再便宜一些的话 还有西数的绿盘SN350 960G 这个硬盘呢 其实还行 那已经约等于新版的SN550了 我可能呢 比较性价比思维 比较某私 那你消费观后不一样的话 那就随便买 像这种硬盘就是 这些呢就这样的 也没给大家帮助 这个三个硬盘都不推荐 那后面再看吧 反正硬盘多死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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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